我和时宇隐婚两年,他在外面风流不断彻夜不归,让我成了一个笑话。 为了羞辱我,甚至亲手把我送给了他的死对头温玉怀。 他说想要我和狗一样摇尾起怜。 后来,我和他人携手共进。 风光正盛时,他狼狈不堪,苦苦哀求。 林书婉,我们复婚好不好? 可是,我已经不爱你了。 接到时宇夺命连环靠赶来酒吧时,我的心已经麻木了。 和他结婚后,叫我去酒吧羞辱我已经成了他的常用必备节目。 想来这一次也不例外。 装修得典雅精致的高级包厢里,灯光摇曳,烟雾缭绕。 我推门走近,在座的目光都往我身上投来。 轻蔑的,厌恶的,挑逗的。 我故作平静,内心却是十分厌恶。 视线一寸寸划过在场的几个男人,他们身边都伴着个精致漂亮的女人。 时宇也是如此,他身边的女人与他姿态亲密,依偎在他怀里时,眼里含着笑。 这位是。 时宇怀里的女人率先出了声,他脾里脾气地递了我一眼,自笑道,他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来做什么的。 温总,这女人怎么样? 他调笑着看向角落。 我这才注意到,那里还坐着一个人。 他穿着黑色西装,慵懒靠在沙发上,大长腿随意交叠,探究似地看了我一眼。 察觉到他的打量,我下意识平住了呼吸,就连几倍触都僵硬了几分。 他怎么会在? 我尽力克制着内心的复杂情绪,而微有些颤抖的手却暴露了此刻的心情。 若我没有记错,时宇一直视温玉怀为死对头。 这些年的明争暗斗让两人见面,分外眼红。 这会儿怎么会如此和谐地坐在一块谈笑风生? 时宇,你什么意思? 我皱眉,压着声轻问。 他漫不经心痴笑,答非所问。 这位是温总,你作为我们公司的市场部经理,不该好好招待他。 话音落下,他毫无避讳地垂眸与旁边的女人谈笑调情。 我捏紧手上小提包的袋子,指尖都泛着白,下意识想转身离开。 可理智告诉我还不是时候。 因为我的身份不仅是时宇名义上的妻子,还是时事市场部的经理。 于情于理,我都不能就这么直白地拒绝,离开。 而且,我不动声色地望向温玉怀。 他还在呢。 犹豫许久,我还是按捺下紧张情绪,夺步走了过去。 在我落座时,一道不易察觉的目光似有似无地扫了过来。 我抬眸看去,时宇根本没注意到我这里。 不知道他跟旁边的女人说了什么,惹得他娇羞地在他胸膛轻敲。 看着他与别的女人谈笑风生,我心里有种说不上来的感觉。 能喝吗? 温润如玉的低沉声从耳边传来。 我愣了一瞬,微微汗手。 随即就见温玉怀慢条丝里的在我眼前的酒杯里添了酒。 我反应过来,受宠若惊的结果。 按道理说,这种事情应该由我来做才对。 谢谢温总。 昏暗的灯光下,清俊的俊脸透着股不易亲近的淡漠和疏离。 我坐在他身边,嗅着时而飘来的淡淡薄荷气息。 一颗沉寂已久的心情不自禁的小鹿乱撞起来。 我垂着眸,紧张地捏着裙摆。 没人知道,何曾几时,眼前的男人是我高不可攀的仰慕对象。 你知道时雨让你来的目的吗? 听他云淡风轻地询问,我心里咯噔跳了一下。 酸色的滋味在心底蔓延开来。 无端的自卑压得我快喘不过气。 我温玉怀好像并没有打算听我回答, 问完这话就与旁边的人攀谈了起来。 直到散场,他都没再跟我说第二句话。 温总,我刚喝了酒不能开车,能劳烦你送林经理回去吗? 时雨吊儿郎当地揽着女人的腰,看我的眼里充满了挑衅。 唇角勾起的笑意里还带着几分脾气。 温玉怀起身,将吞下的外套搭在了胳膊上。 侧头问,林经理愿意跟我走吗? 他淡漠的声音里藏着几分不易察觉的浅犬,似有话外之意, 仔细听又像是普通的询问。 我看了眼紧抿着唇的食语,淡淡一笑,那就麻烦温总了。 此话落下,食语神色晦暗不明,冷喝一声转身离去。 我跟在温玉怀身后,自觉地保持了一段距离。 他腿很长,走得却异常地慢,让穿着高跟鞋的我都能轻松跟上。 等走到酒店门口,他突然从兜里掏出了烟盒。 我下意识地从包里拿出打火机,点脚给他点烟, 却在接近他时被攥紧了手腕。 感受着手腕上传来的温热,我本就不平静地,心跳得更快了。 我动了动唇,还不等我开口,他就从我手里拿过了打火机。 这种小事,我可以自己来。 我舔了舔干涩的唇,在他说完这话后,尴尬地后退了一步, 抱歉,习惯了。 咔嚓一声,打火机被点亮。 在明亮的灯火下,他眼底闪过一丝灰暗。 坐上车,他并没有问我家的地址, 而是在萧条的大街上漫无目的到处闲逛。 等我到家,已经是凌晨三点。 我本以为家里一如之前那样就只有我一个人, 所以进屋后并没有开灯。 你和他干什么去了? 音质沙哑的声音从客厅处传来, 我吓得后退两步打开了客厅的灯。 却发现本该在外跟人潇洒的食欲正死死地瞪着我。 瞧着他那气急败坏的模样,我忍不住想笑。 孤男寡女共处一事,你说我们能做什么? 他眉头紧锁,眼里的怒火几乎要喷涌而出。 咬牙切齿道,林书婉,你可真够贱的。 说着,他一脚猛踢向了茶几,上面的茶杯在重力下摇摇欲坠。 我看着还挺心疼的,这个家里的东西很多都是我自己出钱置办的。 从结婚开始,他在这个家待的次数不过五次,我也就习惯了一个人。 离婚吧,你这样不自爱的女人我可要不起,真葬。 他愤恨地瞪着我,压低了声音,轻描淡写提出了离婚。 我震惊地睁大了眼,还不等我说什么。 他就从公文包里拿了份协议书扔了过来,本来打算你今晚要是早点回来,以后我们就好好过日子。 你真是太令我失望了。 听到这话,我面无表情,扯了扯嘴角。 要不是我知道他昨天又被女朋友放了鸽子,说不定真会信了他的话。 因为从始至终,时宇答应跟我在一起,就是为了气狠心抛下他跟别人离去的白月光。 我爽快答应了他的提议。 时宇气得怒目远征,行,你有骨气,你以后最好别来求我。 他落下这话,拿上外套转身离开。 第二天,我就收到了来自十家老爷子的邀请。 说是邀请,不如说是兴师问罪。 时宇来得比我早,他脸色阴沉,嘴角还有块深浓的青紫色淤青,看样子已经被老爷子收拾了一顿。 你们最近的事情,我都略知一二。 本来想着你们年轻人的事,我不便插手,但你们真是越来越过分了。 在你们眼里,婚姻事儿戏吗? 说离就离,不把我老爷子放在眼里。 婚姻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我本来不想插手,但你们这次过了头。 我们十家这么多年,从来都没出过离婚的先例。 你们要是把我放在眼里,离婚的事就算了。 时老爷子气得吹鼻瞪眼,他不断地在时宇看不到的地方给我使眼色。 想要我顺着台阶下了,而我却摇了摇头。 爷爷,我们的婚姻走到这个地步并不意外。 时宇的心从来不在我身上,如此在互相折磨纠缠,对我们俩都没什么好处。 话音落下,安静无声的客厅里传来一声不合时宜的冷吃。 时宇看我的眼里满是厌恶,我毫不避讳地直面着他的目光。 我家曾和十家是世交,在我五岁那年父母出意外双亡后,我就被十家收养。 在此期间,他们对我的教育从来不曾松懈,都按照以前我父母培养我的方式在教育着我。 十家父母带我如亲女儿,我也把他们视为最尊敬的人。 可惜好日子不长,时夫人被查出得了胃癌晚期。 我到现在都依然记得那天。 面色苍白无血色的她身形单薄不堪,躺在病床上苟言惨喘。 她拉着我的手,说,婉婉,我知道你是个好姑娘。 你能不能看在我对你不薄的份上,答应我一件事。 她在临终前让我答应,嫁进十家,成为十余有力的贤内主。 我犹豫了许久,最终还是妥协了。 这些年,我一直听从她的话,担起了照顾时宇的责任。 刚开始我也曾真心相待过,只是她的心太小,始终只能容下一个人。 回忆至此,我深吸了一口气。 爷爷,真是抱歉。 不过也请您同意,我会继续待在时室,做好本职工作。 老爷子本还有几分犹豫,在听到这话后瞬间松了口气, 罢了罢了,你们年轻人的事情就你们自己去处理。 但愿以后莫要后悔。 每个人都是自私的,谁也不能例外。 在无尽的利益面前,面子值不了几个钱。 再者说,当初我和时宇是隐婚,周边没人知道我们是已婚夫妻关系。 就算现在离婚,也不会对我们造成任何影响。 我们俩当着时老爷子的面签下了离婚协议。 明天八点,明政局见。 时宇拿上离婚协议,落下这话转身离去。 时宇,他来得早,走时却匆匆。 刚才我签完自抬眼时,正好看到了他与另一个人的聊天内容。 他在高兴地跟人报喜,终于要摆脱我了。 对此我笑了笑。 时宇,不是你摆脱我了,是我终于能离开你了。 时宇把婚房给了我,这栋三层小别墅对我来说有些大。 我从时家出来立马找了中介转卖房子。 与此同时,我还在中介的带领下去看了个房,最后定下离公司最近的小区。 我这人从来就是说动就动,一旦有了想法,就必须马不停蹄地去实施。 晚上,我刚拿出行李箱准备收拾衣服就收到了条好友添加申请。 看了眼提示,上面备注着温玉怀。 我一瞬瞪大了眼,紧张的情绪溢了出来,连双手都在不听使唤地微微颤抖着。 我按捺下澎湃的情绪,同意了那条好友深情。 年少时未曾感受到的青春萌动,这会儿却像洪水猛兽般卷席全身。 前脚加上好友,后脚对方就发来了条消息。 你的钱包还要吗? 看着图片上的粉色钱包,我一下反应了过来。 连忙翻找,才意识到钱包果真不在了。 我懊恼地拍了拍脑门,温总,你看你什么时候有时间,我来拿。 发完这条消息,我才反应过来。 这种小事情助理都可以解决,问出这话要是人家误会了怎么办? 我心如死灰地瘫倒在了床上,此刻撤回消息又像是掩耳盗铃。 真是服了呀。 林书婉,你什么时候说话都不过脑子了。 我懊恼地轻轻在脸上拍了一下。 下一秒,温玉怀又来了消息。 我在你家门口。 看到这条消息,我一个鲤鱼打滚从床上爬了起来,急匆匆来到窗边。 小别墅外的街灯坏了有段时间,前些天因为忙于工作还没来得及找人来修理。 幽暗的街道上,一道高挑心长的身影赫然立于黑暗之间。 要不是他拿着手机有些微光,我还真看不出来楼下有人。 我下意识拿上手机急匆匆下楼。 慢点走,跑那么快做什么? 我站在门前舒缓着呼吸,屋子里透散出来的光照亮了前方。 他俊逸的面容深刻英俊,声音像砂纸磨过,磁性低沉。 真是抱歉,温总,还麻烦你特意跑一趟。 我浅笑着走上前,故作不经意地伸出了手。 他微微挑眉,把钱包递到了我手中,现在还早,能陪我吃个饭吗? 我看了眼时间,正好是九点整。 我惊讶问道,你还没吃呢? 嗯,刚处理完工作,从公司出来。 那好,我请客,就当你特意给我送来钱包的谢礼。 稍等,我去换件衣服。 我火急火燎地跑回房间,等换好衣服出来已经是五分钟后的事情。 但我没想到,时宇会在这这个时候回来。 他见着温玉怀,灌来吊儿锒铛的脸上布满阴云,神色英质地咬牙切齿道,温总真是好兴致,大晚上往别人家跑。 温玉怀慢条丝里地把玩着手中食指尖的银色肃解,低恩一声,轻又浅,时总也不赖。 我微醋着眉梢,抬脚走了出去。 你来干什么? 时宇不可置信地看向了我,气笑了,这是我家,我回来还要经过你同意。 我抬眸看去,一字一句道,今天开始,这是我家,别忘了这是你的提议。 我这话说得他哑口无言,只能顿在原地气得躲步。 这话是当着老爷子的面说的,他就算想要收回这话,也得看老爷子同不同意。 如今,老爷子身体还硬朗着,手里还握着十拳,饶事他也不敢轻易得罪。 时宇忽然想到什么,因笑着走过来揽上我的腰,咬牙道,可你也别忘了,我们还没离婚,现在你还是我老婆。 对于他的靠近,我满心抵触,垂在身侧的手以紧握成拳。 屈辱,愤恨,让我的隐忍在这一刻快要到达顶端。 温玉怀眸子里闪过一丝幽光,先出声打破了诡异气氛,无碍,下次再约,我就先不打扰二位了。 他转身时,目光从我身上一扫而过。 我呼吸停了半顺,指尖狠狠掐进了手心。 感受着钻心的疼,我扬起了抹艰难的微笑,好,谢谢温总。 说完这话,我瞬间没了力气。 在他开车离开后,我颓然地推开了时宇。 时宇却笑了,面上划过一丝阴冷,临舒婉,你喜欢温玉怀。 这话不是反问,是陈述。 我没理会他,捋了捋身上的外套,往房子里走去。 他大步向前,紧掐着我的肩,双眸心红地逼问,被我拆穿了,不敢回答。 哼,林舒婉你还真让我刮目相看。 你明明不喜欢我,装什么深情。 你知道你演戏的样子多令人作偶吗? 我冷眼看着他,眼前的男人与温玉怀没一丝相像的地方。 我也曾向生活妥协,努力地去喜欢他。 可我,做不到。 那你呢? 你喜欢的不是我,却因为一时赌气娶了我。 现在我们给彼此一个机会,难道不是你想要的吗? 离婚,何曾是在成全我一个? 时宇,我在你身上浪费了两年。 如今,是你亲手把我推向了别人。 如果你还算个男人,那就请你别再打扰我的生活。 我坚决推开他的手,转身回了家。 一日,我准时出现在了民政局。 可我在门外等了许久,等到结婚和离婚的窗口渐渐没了人, 都不见他的身影。 我等得不耐烦,给他打去了电话。 刚接通,我还没来得及说话,对面略显暴躁的声音传了过来。 有事来医院谈。 话落,他直接结束了通话,发了个地址过来。 想着早点处理完这件事,我随着地址找了过去,才知道他这么暴躁的原因。 他的白月光又一次被他老公家暴打进了医院。 时宇心急如焚地守在手术室门外,浑身散发着生人勿扰的压迫气息。 不知道的,还以为躺在里面的是他老婆。 他看到我时正了一下,嘴边勾起抹嘲讽的弧度,为了离婚,你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什么意思?是你透露了小小想要离婚的事情吧?要不是你多嘴,小小也不会躺在里面生死不明。 就你这种心狠手辣的女人,你以为温玉怀真看得上你吗?一个二婚的烂货,谁稀罕。 随着这话说出,我一记耳光快速甩了过去,手掌在用力下发着妈。 我双手微微颤抖着,止不住想笑,你又算什么东西。 一个烂黄瓜还真把自己当宝了。 你要是真心疼她,怎么不早点把她娶回家? 怎么不再知道她被人欺负的时候付出实际行动? 这么多年,我紧记着石夫人去世前说的话。 她说食欲只是单纯,人并不坏。 可在我看来,她比任何人都要坏。 她打着为另一个女人好的名头,肆意地伤害我,往我身上泼脏水。 全然不管我是否做过那些。 石总这是在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 慵懒的声调从身后传来,我身形猛地一颤,浑身僵硬地不敢回头。 就连石鱼也愣了片刻。 你们俩一起来的。 她话里带着质问,神色不渝。 路过。 温玉怀不紧不慢走上前,深邃的黑毛里平静无波,好似没有听到刚才的那番争吵。 我将在原地,低垂着眸不敢瞧她。 就怕多年来隐忍地委屈,在她出现的这一刻全盘倾斜。 路过。 食欲语气嘲讽地重复。 医院,总归是个晦气的地方,容易遇上晦气的人,要走吗? 温玉怀连点余光都不曾给她半分,落在我身上的目光带着几分炽热和真心。 我感受到那抹视线,抬某点了点头。 不准走。 食欲来了气,拽着我的胳膊不让我走。 她使得力挺大,让我挣脱不了。 林书婉,你别忘了,我们还没离婚。 你跟她走算什么? 想给我戴绿帽。 温玉怀云淡风轻地抬手扬了扬。 几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男人冲了过来,其中一人一拳重重地打在了食欲的脸上。 速度太快,我都没反应过来,亮呛地往后倒去。 就在这时,背后传来一阵温热,温玉怀接住了我。 站稳。 我顿了一下,趁着摆脱了食欲往他身边挪了几步。 冲来的男人又高又壮, 站在我面前彻底挡住了食欲的身影。 只能听见几句骂骂咧咧声。 在他们的辱骂中,我才知道在跟食欲对峙的正是沈晓晓的老公。 要站在这看戏,我摇了摇头,这火容易引上身,还是别掺和得好。 温玉怀带着我走向了消防通道,进入了幽黑的楼道。 为什么走这里? 我拿出手机,打开了手电筒,才意识到我们俩离得多么地近,微微动动手就能碰着。 我下意识地平住呼吸,小心翼翼地错开,与它保持了一段距离。 我身上有毒。 似笑非笑的话,在这空灵的楼道里显得格外醇厚。 我噎了一下,摇头,不是,并肩走痕挤。 你之前在学校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认为的。 她声音浅又轻,似是在怀恋。 我顿了顿,回忆起过往,满含心酸。 我之前答应食夫人的时候要了两天考虑时间,在这期间我不断地打听她的消息,想要为自己找到一丝拒绝的理由。 结果却差强人意,我鼓起勇气送出去的情书沉入了大海,毫无半点回应。 我也彻底死心,答应了食夫人的请求。 我没有回应她的话,温玉怀也没再说什么。 两年时间,足以让人生粉。 从消防通道出来,我看到医院门口乌泱泱一片人,记者手里的闪光灯随处可见。 这里来了什么明星吗? 阵仗过于强大,很难不往这方面想。 你不觉得某集团总裁为爱做小三,这个话题比明星生病住院的话题更有话题性吗? 对于温玉怀做出的回答,我双眸微动,故作平静的小心脏砰砰直跳起来。 刚才的事情和记者应该都不是意外,她是有备而来。 这是传说中的商战。 还是因为我?我没有开口询问原因,怕这一切都是我的自作多情。 你上次说请我吃饭,现在还算数吗? 她侧头询问,温润而雅的俊脸在阳光下洒下一片阴影,让我有些看不真切她此刻的表情。 算,再糟糕的心情都抵挡不了美食的诱惑。 温玉怀带我来了家环境相对不错的中餐厅。 此时还未到饭店,餐厅里还没什么人。 我们随意找了个位置坐下,来的路上没觉得什么。 现在坐下,安静的环境里让我感觉到了古南岩的尴尬, 却意外地发现她点的菜都是我喜欢吃的。 爱好没变吧? 还有什么要点的吗? 不了不了,这样就可以了。 随着服务员拿着菜单离开,尴尬的气氛又在周边蔓延开来。 温玉怀见此,提起了不少以前的过往, 让我紧张的情绪渐渐松懈了下来。 一如回到了之前,温玉怀跟我是同系的。 她那时为人高冷,上课都只做最后一排, 却又是系里老师的得意门生。 是个渴望不可及的存在。 喜欢她的人很多,我也不例外。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我们成了学习小组的成员。 一个小组四人,其中两个都是她的室友。 许氏组里就我一个女生,她们对我格外地照顾。 渐渐地我也跟她们熟络了起来。 就连现在,还在时不时地联系着。 当初你不是想要继续读研吗? 毕业就结婚也是为意料之外的事。 我苦笑着摇头,现实和梦想总有偏差。 我没有过多地说起过往, 因为那样会让我想起曾经我被她拒绝过。 温玉怀也没继续这个话题, 只是在吃完饭后问了句, 离婚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听闻这话,我疑惑地反问, 你怎么知道这件事? 她神色未变,轻描淡写道, 那天时宇打电话来说的。 单纯地说是不可能的, 她指不定跟她说了些难听的话。 时宇一向如此, 说话尖酸刻薄。 我拎着包的手紧了紧, 无力地自卑感让我回忆起了时宇刚说的那些话。 温玉怀这样的人还真不是我能配得上的。 之前告白已然用掉了我所有的自信和勇气。 我艰难地扬起笑容, 快了, 今天出了点意外。 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尽管说。 话音落下, 她目光坚定地盯着我, 说, 我从不认为女子的贞洁在裸裙之下。 林书婉, 你很优秀, 能认识你是我的福分。 她的话让我无比震撼。 许是过于感性, 又许是第一次得到别人的认可。 我双眼泛了红, 酸色的滋味萦绕在心头, 久久挥之不去。 谢谢。 但我没想到, 这件事会让时宇盲得焦头烂额。 记者对她和沈小小的事紧追不舍, 就连她在外住的地方都给挖了出来。 所以, 在看到她带着沈小小出现在家里时, 我震惊了好一会儿。 不是因为她当着我的面带另一个女人回来, 而是这套房子已经被别人看上。 现在就差半个转让手续。 他们要是住在这里, 我就不能卖房子了。 时宇, 你什么意思? 还不是你们做的好事? 她咬牙切齿地瞪了我一眼, 把面色苍白的沈小小小心翼翼地放在了沙发上。 她瘦得像个瓷娃娃, 似乎轻轻碰一下都会破碎。 毫无血色的脸上透着惨白, 往日里神采飞扬的黑毛里毫无波澜。 抱歉林小姐, 我也不想打扰你, 话还没说完, 她就眼嘴重重地咳了起来。 我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 她这个模样不知道的还以为已经病入膏肓了。 咳嗽起来也没完没了, 当真如林黛玉那样娇若不堪。 林书婉, 你还有点人性的话就好好照顾她。 她现在变成这样都是拜你所赐。 面对她的斥责, 我嘴角抽了抽, 嗯, 怪我。 怪我没在她执意嫁给别人的时候去阻拦。 还是怪我让她委屈求全, 坚持不离婚。 真不知道得有多么美脑的人, 会在这里怪天怪地怪空气。 闻言, 沈小小的脸色更加苍白, 眼眶里流转着盈盈泪光。 林小姐, 我知道你讨厌我。 我只在这里待一段时间, 等风声过去, 不用你说我也会离开。 那不行, 我把这套房子 已经挂在中介内去了。 有人看上了这里 约我看房子。 食与被弃的眼里 都韵着浓烈的怒意。 在她还没开口时, 我先一步说, 你们要住这里也可以, 出钱来买吧。 我现在得去上班了, 想清楚了 找我中介代理人聊。 我把中介的名片 放在了面前的沙发上, 至于那两人, 我属实不敢接触。 沈小小壳得太不正常了, 谨慎点为好。 林书婉, 你这是在趁火打劫, 不愿意就搬走, 我也没求你们一定要在这。 今天最好把这件事解决了, 不然我可不知道下班会带什么人回来。 说完, 我爽快地拎包走人, 有些人, 就是不该惯着。 以前, 是我在三忍让, 换来了他变本加厉的羞辱。 既然现在都要离婚了, 我自然要随着自己的心去做。 老爷子那边也下了命令, 今日是今日必, 他就算想拖着不离婚也没办法。 当天下午, 我就收到了中介发来的消息, 说有人要高价买下那套别墅。 我毫无犹豫, 答应了下来。 那个家既然已经是别人的了, 我自然不能再回去。 签了合同, 我就让搬家公司的去别墅, 把我的东西全带回了我新买的小房子里。 之前在订下房子后, 我就陆陆续续带了不少东西过来, 所以搬家格外迅速。 只是让我没想到的是, 邻居会是温玉怀。 我震惊地看向眼前西装革履的男人, 指着门牌号道, 这,这是你家。 嗯,有什么事吗? 他似乎没觉得意外, 语气依旧随和。 我扬了扬手礼, 准备的礼品带, 本来想着送邻居点礼物, 没想到是你。 他垂眸看了眼, 话锋一转, 离婚的事情处理好了。 差不多, 明天就去民政局处理这件事。 闻言, 他紧绷地俊脸松懈了下来, 也顺势接过了我递过去的礼物, 谢谢。 我杨纯笑了笑, 招手道别。 回到新家, 我重重地吐出了口气。 刚才外边太安静了, 静得我能听到自己狂跳的心跳声。 一下又一下, 紧张的感觉让我梦回之前。 叮咚一声, 手机传来一则消息。 是温玉怀发来的照片, 并说, 谢谢, 很好吃。 送去的礼物是我亲手做的黄油饼干, 已经被他拆开品尝。 看着照片里出现的画面, 我心底划过一阵暖意。 一日, 我迟了些时间来到民政局, 却发现石鱼早就已经等在了门口。 这次他很爽快, 跟着流程很快就签了字。 在拿到离婚证的那一刻, 我心口吊着打大石头猛然落地, 也让我有了不真实感。 感冒了就别来公司, 别把公司弄得乌烟瘴气。 走出民政局, 走在前面的他突然转身, 闲雾地盯着戴着口罩的我。 还有, 我不喜欢有人在我面前指手画脚。 你想个办法辞职, 别再出现在我的面前。 老爷子那我爷爷的事用不着你关心, 管好你自己就行了。 他说话的语气算不上好, 甚至可以说是态度恶劣。 我点了点头, 硬了下来。 因为身份原因, 我在时事已经没了升职空间。 事情既然发展到了这个地步, 我也没必要留在时事自取其辱。 没有老爷子的阻碍, 我很快就办理了辞职。 彻底和时雨划清了界限。 但一切都尘埃落定, 我高兴地开始装扮我的新家。 结果, 因为快递太重我搬不回家, 还是温玉怀出面帮忙, 才帮我把东西弄回了家。 谢谢你啊,温总, 要不是你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从厨房拿了瓶水递给他, 却听他说, 为什么还这么见外。 我顿了一下, 不好意思地改口, 抱歉, 一时没反应过来。 他看了眼我温馨的小家, 眼里滑过一丝笑意。 装扮挺不错, 很温馨, 有家的感觉。 不知道是不是我太敏感, 总觉得他话里有话。 我抬眸看了他一眼, 抿了抿唇, 是啊, 毕竟这是我唯一的避风港了。 我在这个世上已经没了亲人, 什么事都只能自我消化亲力亲为。 也只有这一处温暖的港湾 能让我感受到家的温暖。 只要你想, 就不会是唯一。 唇厚的嗓音里带着几分蛊惑, 他直直地看着我。 深邃的黑毛里藏着无尽温柔 与化不开的笑意。 我呼吸煞时停滞了半秒, 你说的是我想的吗? 温玉怀眼里的笑意又深了几分, 不打反问, 你在想什么? 我们都不是年少无知的年龄了, 自然知道对方心里在想些什么。 所以我说的也直白, 告白, 你这是在告白吗? 说完这话, 我心跳如雷。 我这是在赌, 成功了皆大欢喜, 失败了我也会坦然面对。 只是多年的夙愿会被彻底放下。 林书婉, 我在追你, 不明显吗? 听到这话, 我眼眶酸色无比。 好几次眨眼都是想咽下那股难以言喻的酸色情绪。 两年前未曾得到的回应, 在此刻得到了我想要的回答。 我心里空了的那块, 好像被什么甜得满满的。 回国之前, 我就在打听你的消息。 还好, 时宇那个蠢货给了让我接近你的机会。 你真的喜欢我吗? 我哽咽了一下, 问出了藏在心里许久的话, 那为什么在毕业那天? 我约你见面你, 却没出现呢? 如果那天, 我能如愿以偿, 也不会死心, 答应时夫人的请求。 温玉怀愣了一下, 面露严肃, 我没有收到你的消息, 我是在你结婚后觉得没戏了才出国的。 我瞪大了眼, 难以置信地看着她。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过去就让她过去吧, 我们应该把握当下。 林书婉, 能给我个机会追你吗? 她问得很诚恳, 严肃且认真, 全然没有开玩笑的迹象。 我犹豫了两秒, 微微点了点头。 不管最后我们的结局会是怎么样, 至少我曾努力过。 以后想起来也不会觉得后悔。 温玉怀勾了勾唇, 眉眼多出几分温柔浅泉, 喉咙深处一出一声低笑, 那林小姐, 以后请多多指教。 她很会照顾人, 说了要追我以后, 态度表现得十分短正, 让我感受到了什么是真正的青春。 只是我没想到, 时雨会突然找上门来。 这天我下班, 刚走到门口, 就看到了那道熟悉的身影。 她颤抖的手里, 还拿着一本笔记本。 时雨听到电梯声, 猛地回过头来。 我才注意到她最近的状态很不好, 眼眶里还泛着红, 有着明显的红血丝。 你来干什么? 我皱眉不悦地问道。 她颤抖地手扬着笔记本, 之前结婚, 不是你逼的, 是我妈的主意对不对。 见她知道了真相, 我紧闭着唇眉说话。 我原本还在想, 你根本就不爱我。 为什么会跟我结婚? 原来一切都不是你的意思。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她如受伤的小动物, 眼里含着失望和委屈。 我深吸了一口气, 食语, 事情已经过去了。 现在说这些, 有什么用呢? 你心可真狠, 说过去就过去。 让我一直以为, 是你逼的婚有意思吗? 你要是早点说了真相, 我也不会那样对你。 不知道她想到了什么, 猛地抬头, 婉婉, 我们复婚吧。 以前我知道是我不好, 我会改的。 神小小的事情, 我也会处理好, 不会让你, 食总想对我女朋友做什么。 不容忽视的压迫感, 从身后转了过来。 我还未来得及反应, 就被人揽进了怀里。 温玉怀搭在我腰上的手紧了几分, 食总, 事到如今还是别来骚扰我女朋友了。 我心眼小, 容不得沙子。 我这还是第一次见有人说自己心眼小, 差点没忍住笑了出来。 她察觉到这点, 修长的指尖, 轻轻捏了捏我腰间软肉, 垂眸在我耳边轻声道, 我说错了。 我憋着笑, 避开那温热的气息, 连连摇头, 你说得没错。 她轻哼了一声。 食语看到我们俩如此亲密的接触, 像受了巨大伤害, 往后退了一步。 林书婉, 两年了, 你还是没忘掉她。 她像在自言自语, 声音很轻。 我都没太听清楚, 你说什么? 她说, 你两年了都没忘掉我。 温玉怀一改常态, 笑得很坏, 勾起了唇角, 没想到我们晚晚这么爱我。 听着她的话, 我老脸一红, 美好气地瞪了她一眼。 正巧, 我也是。 她牵起我的手, 紧紧地食指相扣, 澄澈的黑毛里, 倒映着我的身影。 周边静得, 好似只有彼此的存在。 食语见她彻底没了机会, 只得落荒而逃。 我没去故意关注她的消息, 只是在一个月后, 听到旁人提起了她的名字。 听说沈小小在别墅住了没多久, 在去医院复查的时候, 查出得了肺结核。 众所周知, 肺结核是会传染的, 更何况是天天跟她接触的人。 食语也无可幸免, 怪不得上次见她憔悴了那么多。 呼得想起她之前来找过我们, 为了以防万一, 我直接请了个假 喊上温玉怀一块去医院做了检查。 好在我们免疫力强, 没有中招。 第二年三月, 温玉怀在亲朋好友的见证下 给了我一场难忘的求婚仪式。 她让我知道, 我也是值得被爱的。 但愿往后余生, 能相随与共, 共赴青春, 又赴白头。 温玉怀, 我爱你。 林书婉, 我更爱你。 我问她为什么不说也字, 她说, 我的爱不是定义在你爱我的基础之上, 而是不管你爱不爱我, 我都爱你。 她平时字字不提爱, 行动里却处处充满了爱意。 最后, 我们在相爱的第三年结婚了, 有了属于我们的家。 婉, 在我怀孕第七个月的时候, 我发现陈毅身边 多了个红颜知己。 他们无话不谈, 默契十足。 陈毅每天都会买两束花, 一束给我一束给她, 但从未有任何语矩。 直到那个女人问她, 如果你先遇到的是我, 你会娶我吗? 陈毅没有回答, 却在阳台抽了一夜的烟。 今天的陈毅 一直魂不守舍, 几次欲言又止, 却又咽了回去。 最后还是我开了口, 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 陈毅叹了口气, 需要出差, 去临试, 明天就能回来。 但你身边离不开人, 算了, 我安排别人去。 在她说话的时候, 我一直看着她, 看着她说的情真意切。 她坦然地迎着我的目光, 不躲不闪。 她疑惑地问我, 怎么了? 我摇摇头, 没事。 我说, 你去吧。 那你一个人怎么办? 我让我妈过来陪我。 自从我怀孕后, 陈毅就无微不至地照顾着我。 尤其随着我肚子越来越大, 她总不放心, 我一个人在家, 推了很多应酬, 就是为了照顾我。 万一出了点什么事, 你身边没有人, 怎么办? 反正我在外面也是不放心, 还不如不出去了。 即使偶尔飞出去不可, 她也至少会等我妈过来, 千叮鸣万嘱咐, 让我妈照顾好我。 弄得我妈都哭笑不得。 我亲生闺女, 我还能亏待了不成。 可今天, 她只迟疑了两秒就点了头。 那行, 你照顾好自己, 我尽快回来, 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 她走得很急, 只拿了一套换洗的衣服, 就匆匆离开。 我坐在原地没有动, 甚至在她回头看我的时候, 还笑着冲她摆了摆手。 等到房门紧闭, 我还是没动, 但挺到僵硬的脊背, 却松懈了下来。 陈毅反常了, 从头到尾都是反常。 可我一句多余的话都没说, 一个多余的问题都没问。 因为我知道她要去哪儿, 又要见谁。 起初我并不知道 那个女人的名字, 我只知道她姓许, 陈毅叫她许老板。 我第一次见到她是一年前, 那时候我还没怀孕。 我在沈毅公司楼下 新开的一家咖啡馆等她。 我没有提前通知她, 想着到了中午再给她打电话。 她却突然走了进来, 前台那个原本懒洋洋的女人 直起了身子。 陈毅冲她点点头, 她笑着比了个OK。 那是一种无声的默契。 我一直觉得 男女之间的默契 是个很可怕的东西。 它会让双方误以为 他们命中注定。 但那时候奇怪的感觉 只在脑子里一闪而过, 我没有多想。 后来陈毅看到了我, 很惊讶。 她问我怎么在这。 我说, 等你一起吃中饭, 怎么不给我打电话? 怕打扰你工作吗? 我问她, 你怎么下来了? 她捏了捏眉心无奈地说, 工作上的事, 烦得很, 下来走走, 顺便喝杯咖啡。 这里烤的小饼干不错, 你可以尝尝。 说着, 她抬起手, 许老板, 再来一份小饼干。 迎着那女人疑惑的目光, 她笑着介绍, 我妻子。 那一天, 她们都很坦然。 陈毅坦然地介绍, 许愿坦然地跟我打招呼, 甚至还免了我们的单。 陈毅说, 这家的咖啡很正宗, 尝过一次还不错, 他们公司的下午茶, 就订了这家。 一来二去就熟悉了。 那时候, 我以为, 他们只是简单的店家和顾客。 我不知道, 其实那款味道极好的小饼干, 他们店是不卖的。 我也不知道, 许愿会给陈毅发消息, 问她, 如果你先遇到的是我, 你会娶我吗? 陈毅在晚上十点的时候, 给我发了消息, 说她刚忙玩到了酒店。 说太累了, 今天就不跟我视频了。 让我照顾好自己, 有什么事给她打电话。 我一一回复着, 让她不要担心, 我没事。 我问咖啡馆的服务生, 许老板呢? 怎么没在? 小女生没什么心眼, 见我语气熟忍, 笑着说, 出去了, 下去就走了。 今天我们老板生日, 应该跟男朋友约会去了吧, 抱了一大束玫瑰, 可浪漫了。 我点点头, 外带了一杯咖啡就走了。 这座城市很大, 想要找到两个人很难。 但陈毅给我买过一块通话手表, 我在她出门前塞进了她的电脑包, 那是我怀孕第四个月的时候她给我买的。 我是孕反很严重的那类人, 直到怀孕的第四个月, 我的体重都是不增反减。 我并不知道自己已经开始贫血, 也不知道自己会因为空气不流通而在商场晕倒。 陈毅吓坏了。 直到我醒来, 她的双手都在颤抖。 那块手表是她用来监测我的健康和实时定位我的位置的。 它很贵, 所以定位的精准度也很高。 就像现在, 她已经在这家酒店的十二楼停留了三个小时, 我没有连夜赶过去。 现在的我离遇产期只差二十三天, 我始终还是顾念自己的。 我扔了咖啡喝了牛奶, 躺在柔软的床上, 听着住眠的白躁声。 可即使如此, 我还是睡不着。 就像一个多月前的那一晚, 那是我第一次偷看陈毅的手机, 因为她太焦躁了, 给我削苹果时搁到了手, 给我倒水时又砸了杯子。 她阴沉着脸将面前的椅子狠狠地踹了出去。 我被她吓得尖叫。 她跟我道歉, 说是工作中遇到了烦心事, 说她不是故意的。 可是半夜醒来, 却发现身边冰凉, 没了人。 陈毅在阳台抽了一夜的烟。 我怀着将死的心情解锁了她的手机。 那个聊天界面没有退出。 那个备注只有一个许字的人, 在下午的时候发来一条消息。 如果你先遇到的是我, 你会娶我吗? 陈毅没有回复。 她一个字都没有回复。 可那一夜, 我的心还是死在了她的手机里。 我是早上六点带着户口本, 结婚证到达的那个酒店。 我把所有的东西放在服务台。 陈毅是我的丈夫, 我想知道她订的哪间房。 如果你们没办法告诉我的话, 我就报警。 我没有经历跟任何人掰扯太多。 累。 身心俱疲的累。 前台愣了很久。 目光由惊讶转为迟疑, 又转为怜悯。 您稍等, 我马上帮您查。 她很快就把那个房间号告诉给了我。 又问我需不需要帮忙。 我笑着摇摇头, 轻抚着隆起的肚子上了楼。 陈毅并没有让我久等。 我只在门外站了不到四十分钟, 面前的房门就开了。 陈毅握着门把手站在那儿。 她身后, 一双纤细的胳膊缠上了她的腰。 陈毅, 谢谢你给了我这一碗, 我一辈子都, 一辈子都怎么呢? 她的话没有说完。 被陈毅仓皇甩开。 她看到了我, 快不向我走来。 我却歪着头, 看向她身后。 许愿跌坐在地上, 火红的吊带裙 已经遮不住她白皙的腿了。 她正正地看着陈毅的背影。 目光中有难过, 也有委屈。 许许, 陈毅换出我名字的时候, 声音在发颤。 我也是。 我握在身后的手一直在抖。 我以为已经有了心理准备的我是可以淡然应对的。 可真到了当下, 我却发现, 我连站立柱都有些困难。 车在哪儿? 地下停车场。 走吧。 我手撑着墙, 率先转身。 陈毅想扶我。 我低吼, 别碰我。 她的手哆嗦一下定住了, 亦不亦趋地跟在我身旁。 许愿就是在这个时候追上来的。 林小姐, 你大可不用这样, 我和沈亿之间没你想得那么龌龊。 她的语气不卑不亢, 脸上满是倔强。 几乎在她话音刚落的瞬间, 我一巴掌落了下去。 啪。 啊。 许愿惊叫一声, 你凭什么打人? 她心疼地抬手, 想触碰陈毅明显红了的脸。 陈毅侧身躲过。 她哀求地看着我, 许许, 我们回家。 许愿握紧了拳头, 恶狠狠地瞪着我。 林小姐, 你有什么不满冲我来, 你凭什么打陈毅? 你别说了。 许愿不敢置信地看着陈毅, 我在帮你。 你闭嘴。 陈毅低赤。 她连一个眼神都没有给许愿, 只一直望着我, 并再一次开口。 许许, 我们回家。 许许, 我可以解释的。 昨天是许愿的生日, 她在这边没有朋友, 就希望我陪陪她。 我只是陪她过了一个生日, 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生。 骗你是我不对, 我跟你道歉。 我只是怕你生气, 怕你多想。 我错了, 如果你介意, 我以后不再跟她见面。 她只是一个朋友。 许许, 你别不理我, 你说说话好吗? 你别吓我。 从回到家到现在, 陈毅说了很多。 解释, 道歉, 自责。 我想开口说话的, 可喉咙里, 却仿佛被塞了棉花, 让我连一个字都吐不出来。 我不知道从何说起, 也不知道能说什么。 最后只能一字一句道, 陈毅, 我们离婚吧。 我的话让陈毅猛地颤了下。 她握紧拳头, 深深地闭上眼睛。 再睁开, 好似压下了自己暴怒的情绪。 我和她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 我们只是喝着酒聊天。 许许, 你别这样行吗? 我知道你生气, 是我不对, 我错了, 我认法。 可是你要相信我, 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 什么叫对不起我的事呢? 你们应该拥抱了吧, 应该还接吻了。 你身上有她的香水味。 这里, 我指着她的嘴唇, 咬伤, 沉溢一阵, 嘴唇紧绷, 我绝望地看着她。 还要坐到哪一步呢? 桌尖在床, 你们共处一室, 整整一夜, 你让我怎么信你? 沉溢, 我怎么信你? 沉溢颓然地垂下了头。 她担心跪在我身前, 想碰我却不敢。 许许, 我错了。 是我鬼迷心撬昏了头, 但我发誓, 我们没有发生更多的。 我求你, 看在我们这么多年感情的份上, 看在我们即将出生的孩子的份上, 你给我一次机会。 多可笑。 她明明知道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 明明知道我们的孩子即将出生, 还能做出这些, 却仍然希望我能看在这些的份上原谅她。 一层层叠加的情绪, 一个个让人崩溃的记忆, 我恍然地看向四周, 最后又把目光落在自己的肚子上, 眼泪不受控制地落了下来。 屋叶声听起来像困兽, 陈毅紧张地护着我。 许许, 许许, 你怎么了? 你要找什么? 你告诉我, 我帮你找。 她的声音就像一根火柴, 瞬间引爆了我。 我终于嚎啕地哭出了声, 我要离婚, 我要跟你离婚。 今年是我和沈毅结婚的第四年, 怀上这个孩子, 我们都很开心, 但其实从一开始就不太顺利。 强烈的孕烦, 我几乎吃不下去东西, 可是不吃身体又受不住, 只能抢逼着自己。 那时候我天天哭, 太难受了, 难受到让我觉得我还不如死了算了。 我们是有想过不要这个孩子的, 可真当见了红, 我们又都慌了。 我在医院住了一个月, 保胎。 怀孕的初期, 我就像生了一场大病, 严重的营养不良, 贫血。 再加上那次昏倒, 说一句兵荒马乱, 不为过了。 这个小生命, 看起来好脆弱, 可又那么坚强。 我是害怕自己会因为这件事早产的。 我神志已经做好了随时拨打120的准备。 我不敢歇斯底里, 不敢打, 不敢砸, 就连哭都得憋着, 直到再也憋不住。 可这引发的连锁反应, 是我挖得吐了出来。 我抱着马桶, 跪在地上。 那是一种五脏六腑都一味了的痛苦。 陈毅拼命地拍打着门, 她求我开门, 求我出来。 她大吼, 让我不要拿自己和孩子开玩笑。 我狼独地捂着自己的肚子。 我多想体面地结束这一切啊。 可早在沈毅开始游移时, 我的尊严就被踩在了地上。 我的父母被陈毅请了过来。 我是在听到妈妈的声音后才开的门。 一向温和带笑的爸爸第一次冷了脸。 我好好的姑娘就是让你这么糟蹋的。 他们带着我离开。 陈毅拦不住。 爸爸问我, 你是怎么打算的? 我哑着声音说, 我要离婚。 爸爸沉默良久, 那就离。 这一夜是妈妈陪我睡的。 她搂着我, 轻轻地拍着我的背, 却一句多余的话都没问。 父母沉默的慰藉让我冷静了下来。 第二天一早, 陈毅就上门了。 她买了早餐, 抢笑着跟我父母打招呼。 他们焊了焊手就出门了。 把空间留给了我们。 陈毅端着我爱吃的馄饨, 讨好地看着我。 许许, 吃一点吧。 我目着脸。 陈毅, 我们谈谈。 她端着早餐和良久, 最后点点头。 好, 从何聊起呢? 我对沈毅说, 我给过你机会的, 我也想过当作没发生。 陈毅正了下, 有些不解地看着我。 我讽刺一笑。 那一日许愿问你, 如果你先遇到的是她, 你会不会娶她? 因为这一句话你焦躁, 暴怒, 彻夜未眠。 当你在阳台抽了一叶烟的时候, 我偷看了你的手机。 我一直觉得, 翻看伴侣的手机不是一个好的行为。 当你开始这样做的时候, 隔阂就已经产生。 如果两个人之间连信任都没了, 又为什么还要在一起? 可就是这样想法的我, 最终还是走到了这一步。 我的话让陈毅僵住了。 她的身体微微后倾, 那是一种下意识想要逃跑的姿态。 她握紧拳头, 深吸了一口气。 可我没有回她。 我擦掉眼角无意识勤出的泪水。 是啊, 你没有回, 却比回了还让我难过。 沉默的窒息感再一次弥漫。 陈毅几次张口欲言。 最后她说, 如果你看过那些, 你应该明白的, 我和她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余句, 我只把她当朋友。 前天晚上, 是, 我们喝多了, 有些昏了头, 可也止不于此, 没有再见。 徐徐, 我真的没有背叛你。 我没有看尘意, 只长长地吐出一口浊气。 4月3日, 我预约做四维彩钞的日子, 我们可以第一次看到宝宝大概长什么样。 我特别期待, 但你说你没有时间, 因为有个重要的会议。 可实际上, 是你约好了许愿去爬山。 你每天都会在楼下订两树满天星。 一树早上带走, 给它。 一树晚上带回来, 给我。 只有2月14日那天不同, 你带走的是玫瑰, 19朵玫瑰。 你们那栋大楼的专用电梯是需要内部卡的, 许愿抱怨说等电梯要好久, 你就给了它一张。 你说你肩膀疼, 它就专门去医院给你配了膏药。 那段时间你身上总是有药味, 我问你, 你说是你自己买的。 你生日那天, 在我睡着后, 在凌晨, 你下了楼, 许愿送了你一个袖扣。 它问你, 它是不是第一个祝你生日快乐的? 你说是。 你们的默契是, 它说走。 你说走。 它说一个顶楼, 你回复一个1。 它说困了。 你说马上的。 你换车那天, 是带它去试驾的。 它说有人误以为你们是情侣, 你发了个尴尬的表情, 然后是满屏的哈哈哈哈。 你每天下班回来的路上, 都会和它语言聊天。 27分钟, 正常语速你们可以说两到三千字。 除了热恋的时候, 我们有多久一天, 没有说过这么多话了。 和许愿聊天的, 沉溺是让我陌生的。 不, 也不应该说陌生。 大学时候的沉溺就是那样。 开朗, 话多, 甚至还带着点小幼稚。 只是当对面的人不再是我。 那种仿佛蚂蚁啃食皮肤的难受感 几乎将我吞没。 沉溺的头越垂越低。 她毫无底气地说, 我只是把她当朋友, 我只是有时候太累了, 和她聊聊天。 我们只是在聊天。 许许, 你要怎么样才肯信我? 深深的无力感拉着我往下坠。 沉溺, 你知道我有多希望你已经出轨了吗? 你们的亲近你们的默契, 就像一柄悬在我头上的闸刀, 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落下, 我只能提心吊胆地等着。 我想过当作没看见, 我也犹豫过是否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我是真的犹豫过。 我怀孕了, 我们的孩子马上就要出生。 他们没有真的发生什么。 我是该清醒地直面, 还是该含糊地带过。 可其实, 当我关掉手机躺下去, 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时候, 就表明了我的态度。 我以为我可以做到, 可自从我发现了那些, 我就不再信任你。 你只要离开我的视线, 我就怀疑你和他在一起。 你们在说什么, 你们会做什么? 那些猜疑每分每秒地啃视我。 我快被逼疯了。 陈毅, 我要被你逼疯了。 我无助地哭着吼着, 那是我最痛苦的一个半月。 我几乎觉得自己已经疯了。 直到陈毅答应陪许愿一夜。 他说, 这样也许我就能放下了。 陈毅, 你心疼心疼我吧。 陈毅回复, 好。 那一刻, 闸刀终于落下。 我向死而生。 陈毅, 我们离婚吧。 陈毅不同意。 他说, 他可以做任何妥协, 除了离婚。 他开始每天往我父母这边跑。 不让他进, 他就坐在车里, 一坐就是一天。 他累我也累。 直到想要离婚我才发现, 原来离婚那么难。 在有一方不同意的情况下, 只能提起诉讼, 从诉讼到开庭, 起码一个月。 如果不是重大过错, 医婚不会判离。 那么, 就只能再等半年, 再次起诉。 第二次就能判吗? 应该, 也许, 大概。 可现在, 我快生了。 我等不了一个月。 我只能熬。 这让我焦虑, 失眠, 没有食欲, 甚至开始暴怒。 在我又一次歇斯底里的, 把陈毅送上门的东西扔出去时, 温热地周焦了他满身。 陈毅气得发抖, 你到底还要我怎么样? 我已经跟你认错, 道歉, 并发誓, 不会再有下一次, 为什么你还要不依不饶? 我就真的那么不可饶恕吗? 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 你就连一次机会都不能给我吗? 林之许, 算我求你了, 我们不闹了好吗? 我的耳旁嗡嗡作响, 我扶着门的手已经失了力道, 开始往下滑。 陈毅, 我也求你了, 别再恶心我了。 这是我昏倒前, 对沈毅说的最后一句话。 听我妈说我大出血了, 直接上了手术台, 抛工产, 险象还生, 但最后母女平安。 陈毅的母亲从国外赶了回来, 她妈拉着我的手, 满脸心疼, 辛苦你了。 你这孩子也是, 出了这么大的事, 怎么不知道给我打电话? 陈毅, 哎, 她这次是吃了教训, 长了记性的。 你没看到, 还躲在安全通道窟呢? 我太累了, 累得没有精力开口说话。 是我妈冷着脸拉过我的手。 陈毅妈妈, 你要是真心疼, 我们家许许, 就让陈毅把婚离了, 别再相互折磨。 陈毅的母亲僵了下, 亲家母, 我们当父母的可不好这样掺和。 他们小两口是闹了点矛盾, 陈毅错了, 我让她道歉。 可这过日子, 牙齿都有咬到舌头的时候, 更何况是两夫妻。 再说了, 现在孩子也生了, 就算看在孩子的面子上, 他们絮絮叨叨, 好像说了很多。 我没有再听, 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对于陈毅的母亲, 我一直是尊重且亲近的。 她待我好, 我也愿意对她好。 可遇到事才发现, 谁的母亲还是帮着谁的。 或者说, 不管在沈毅还是陈毅母亲的眼里, 都是我小题大做了。 我不想见陈毅, 她就每天守在病房门口。 我爸拦着不让她进。 她既不闹也不硬闯, 就静静地待着, 只偶尔央着让她看看女儿。 我妈心软过几次, 趁着我睡着把孩子抱了出去。 其实我都知道, 只是装作不知道。 我没法隔断这孩子 和她的血缘。 一辈子那么长, 我能拦着他们永不见面吗? 陈毅的坚持是有作用的。 至少我父母动摇了。 他们面对我和孩子时, 开始叹气。 我妈甚至欲言又止地说, 要不, 算了。 孤立无援, 让我痛苦。 可是, 我该怎么告诉所有人, 如果换作其他人, 可以, 没问题。 但是陈毅, 不行。 我那么爱我, 我一心一意, 期待我们孩子的到来。 她却在我最爱她的时候, 捅了我一刀。 那种被挚爱背叛的感觉, 纷纷渺渺的煎熬着我。 我恨她, 我也不再信任她。 我该怎么跟她过完余生, 就非要等到婚姻烂到了骨子里, 才能不要吗? 我在医院住了十五天。 许愿来过一次, 带着果蓝、鲜花, 说来看看我和孩子。 那会儿我父母带着孩子去照蓝光了。 陈毅说, 你走吧, 别再来了。 许愿沉默了几秒, 在开口时声音有些抖。 你什么意思? 不接我电话, 也不回我消息。 怎么, 连朋友都当不成了。 是不是林小姐还有误会? 我可以去跟她解释。 我, 许愿。 陈毅打断她, 以后我们别再联系了。 许愿是哭着离开的, 果蓝砸在沈毅身上。 她骂陈毅混蛋。 陈毅闷不吭声地瘦了。 后来她在我床边站了会儿。 在她准备转身出去的时候, 我叫住了她。 陈毅, 嗯, 我就是想问你, 等到柚子长大, 她遇到和我一样的情况, 你会劝她不要计较吗? 陈毅沉默了。 我继续说, 我女儿不行, 我也不行。 我知道她和许愿的对话 是故意让我听到的。 她在告诉我, 她会和许愿断了联系。 可是那又怎么样呢? 现在断了就代表 他们以前不曾爱过吗? 现在断了就代表 他们以后不会再有瓜葛吗? 陈毅, 离婚吧。 否则等到出院, 我会提起诉讼。 我的这句话 似乎引爆了 陈毅一直压抑的情绪。 为什么? 她低吼, 我都已经这样跟你道歉了, 我给你下跪, 我哭着求你, 你还要怎样? 我只是犯了一个错, 就活该被判死刑吗? 你就连一次机会都不给我。 林之许, 你的心是石头做的吗? 这是她第一次 走得这么果决。 她说, 我们先暂时不要见面, 都冷静冷静, 等你想好了, 我们再谈。 一开始, 我没明白陈毅的意思, 但我们从大学到现在, 恋爱四年结婚四年, 我终究还是了解她的。 她好像在说, 凡事适可而止, 做得太过就不可爱了。 这个认知让我心底发寒, 也更坚定了我要离婚的决心。 没等到出月子, 我就见了律师, 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 律师告诉我, 第一次基本上不会判离, 尤其在审议不配合的情况下。 如果你确定要离, 一审结束后开始分居, 分居满一年, 再次提起诉讼, 基本上半年左右就能判离。 我算着日子, 等着出庭。 收到法院传票的陈毅发了疯, 听说她砸了办公室所有的东西, 还怒斥让所有人滚。 我以为她会来找我, 可先一步传来的消息, 却是她母亲昏倒住院了。 怎么回事? 我问朋友, 她摇摇头, 不清楚, 好像是跟陈毅她爸吵架了, 具体因为什么, 没人知道。 现在怎么样了? 醒是醒过来了, 就是哭天枪地, 要死要活。 我松了口气, 醒过来就好。 妈妈说, 你不过去看看。 我忙着给女儿换尿不湿, 头也不抬。 不去? 既然已经决定了一拍两散, 就不要再做 让彼此心存幻想的事。 很奇怪, 人好像是可以一夜之间长大的。 女儿出生前, 我以为沈毅给我的背叛会让我痛不欲生, 致死方休。 可在一天一天照顾女儿的日子中, 我好像没有那么难过了。 我开始证实, 我的婚姻, 就是失败了。 我没想去看陈毅的母亲, 她却给我打来电话, 说想见我一面。 我没有别的意思, 许许, 我只是想跟你说说话。 她的声音难过又低沉, 让我犹豫了很久, 最后还是过去了。 也就这几天的功夫, 陈毅的母亲肉眼可见地憔悴了。 还是陈毅, 她的样子, 颓然到仿佛失去了全世界。 彷徨, 无助, 痛苦。 她说, 许许, 谢谢你, 谢谢你能来看我妈。 我冲她点了下头, 走进了病房。 陈毅的父亲出轨了。 不, 更准确地说, 是她遇到了真爱, 要离婚。 而她所谓的真爱, 只比陈毅小两岁。 哈, 她说她从来没有和哪个人这么契合过。 他们一起吃饭, 一起钓鱼, 一起旅游, 有说不完的话。 她说她感觉自己重新活了过来。 她说, 她为这个家牺牲了一辈子, 为什么就不能为自己, 活一次。 陈毅的母亲越说越激动, 她说她对我, 对这个家, 只有责任。 是我和这个家绑住了她。 她凭什么? 难道就只有她对这个家有付出, 我就没有吗? 她凭什么几句话, 就否定了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 她就是移情别恋出轨了, 还非要把自己说得那么高尚。 我不会成全他们。 我死都不会成全他们。 想跟我离婚, 去找她的新欢。 没吗? 陈毅的母亲颤抖着抓住我的手。 许许, 你明白我的对不对? 你是理解我的, 是不是? 这世上只有你知道我遭遇了什么, 她是逼着我去死啊。 随着她的一字一句, 我终于明白了, 她为什么想见我, 又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么多。 原来真的是刀子不扎在自己身上, 不知道疼啊。 之前她轻描淡写地就把陈毅的过错接了过去, 形容那不过是牙齿碰到了舌头。 可现在, 到了她自己身上, 她却说这是在逼着她去死。 对此, 我没有安慰也没有落井下石, 只在她说完后推开了她的手。 面对她期待的目光, 我淡淡地说, 你好好休息, 柚子快醒了, 我就先回去了。 许许, 我出病房时, 陈毅就站在外面, 她目光阴阴地看着我, 我们谈谈, 好吗? 谈? 谈什么呢? 就连离婚我都只想解决, 不想谈。 陈毅, 你知道我今天过来见你母亲, 其实我还没出月子吗? 我这时候应该躺在床上休息, 而不是站在这里跟你谈。 我的话让陈毅的脸色白了又白, 她窃窃地上前一步, 我往后退, 她便不敢再进。 我问你两个问题吧。 第一, 如果你爸没有提到离婚, 只是有了个红颜之急, 你是供情你爸还是心疼你妈? 第二, 你爸有这个红颜之急 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她为什么非要在这个接骨眼上提出离婚? 说完这些, 不顾陈毅隐忍到极致的情绪, 我扬长而去。 陈毅的父亲铁了心, 他宁愿净身出户, 也要离这个婚。 这让所有人大跌眼镜。 一直以来, 父母恩爱, 家境优渥, 都是陈毅的标签。 他没吃过原生家庭的苦。 他父亲是他的崇拜对象, 他母亲永远温柔善良。 在他毕业后, 他拿着家里的资金和资源自己创业, 到现在也是个小有所成的老板。 所以, 他也没吃过多少社会的苦。 唯一要说波兰, 大概就是这次我要跟他离婚吧。 我了解陈毅, 他知道自己错了, 但也觉得自己没那么错。 他选择了认错, 但也认为只要认个错就行了。 有什么大不了呢? 有什么大不了? 可他父亲的这件事, 却好像让他突然醒了过来。 他已经很多天没有联系我了, 但却会经常出现在我们小区外。 车子停在那里, 一停就是几个小时。 直到有一天, 他叫住了我爸, 说想见见我, 有话对我说。 他不愿意下来也没关系, 我就待一会儿, 一会儿就走。 我爸说完这些后, 叹了口气, 也不知道经历了些什么, 瘦了一圈, 身上的烟味重得吓人。 我犹豫了会儿, 最终还是决定跟他谈谈。 我们就在路边的长椅上坐着。 两久的沉默后, 陈毅开了口。 他说, 你上次问我的问题, 我想了很久。 后来我问了他,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提离婚? 他说, 因为我和我妈的态度。 我们对这件事的轻描淡写, 让他觉得, 一个男人在外面多了个红颜之己, 是可以被接受的。 他觉得我能够理解 他喜欢上了别人, 因为我也是这样做的。 既然如此, 那他提离婚, 我们应该也能很好接受。 陈毅说这些话的时候, 手一直在抖。 他的声音也是。 他怎么会做出那些事呢? 明明他和我妈一直相爱, 直到他提离婚的前一天, 他还会在出门前拥抱我妈。 陈毅把脸埋进掌心。 他哭了。 因为他父亲对婚姻对家庭的背叛, 可他的眼泪并没有激起我的任何怜悯, 反而让我心生不适。 直到他问我, 许许, 你是不是特别恨我? 我放在长椅上的手一紧, 到此扎进指腹, 生疼。 我回忆着那些并不美好的经历。 一开始是难过, 发现你身边多了那样一个红颜知己, 我很难过。 可是他的表白, 你没有回应, 我松了口气, 至少你没有背叛。 可你也没有了断, 你还是继续做那些事, 这让我很痛苦。 你们只是朋友, 你们没有余局, 难道结婚后连朋友都不能有了吗? 好像, 如果我追究, 都是我胡搅蛮缠。 直到你答应和他共度一夜, 我突然就松了口气, 都说当局者迷。 他的表白你没有回应, 不是你不想, 是你不能, 所以你痛苦, 焦躁, 暴怒。 即使知道他对你动了心, 你依旧没有保持距离, 因为舍不得。 你答应陪他一夜, 也是动了其他心思的吧? 阻挠你的是什么? 大概是你最后的责任感和道德底线。 陈毅, 当我后知后觉意识到, 原来你喜欢他的时候, 我特别恨你。 陈毅看着我的眼神很痛苦, 我却觉得心中的郁节散了些。 不过, 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 恨这种感情太浓烈, 伤人伤己, 没必要。 陈毅, 你如果真觉得对不起我, 那就果断地把婚离了吧, 给彼此保留点最后的体面。 在我们谈话的最后, 陈毅答应了离婚。 这让我一直以来紧绷的心松泄了下来, 可能是我脸上的笑意刺痛了他。 他离开得很匆忙, 就像落荒而逃一样。 我和沈亿离婚是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 他净身出户, 把固定资产都给了我。 他只留下了公司。 说以后他的都是柚子的。 他给的, 我收了。 至于他的话, 我笑了笑也没应。 一辈子太长。 不许诺不信诺, 这大概才是成年人的自我保护吧。 至于他和柚子的感情, 我不会特意阻拦, 也不会特意培养。 随缘, 柚子一天天长大, 他已经由干巴的小猴子变成了粉嫩的糯米团子, 喜人得很。 我妈爱不释手, 乐意天天哄着。 我也就乐得清闲, 直接结束假期, 开始复工。 陈毅经常过来看柚子, 每次我都会找借口避开。 慢慢地他也就拾了去, 尽量找我不在的时候过来。 他的父母还在闹着, 听说他父亲已经在外安家了。 他母亲天天吵天天骂, 但也改变不了他父亲的去意已绝。 于是他开始迁怒陈毅, 说都是陈毅带的头, 影响的他爸。 大戏一出接一出, 不用我目睹, 就有无数人往我耳中传。 后来陈毅过来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 因为他母亲闹得太凶, 不管是他父亲的事业还是他的公司, 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有人唏嘘, 有人挖苦, 有人看笑话。 就连我妈都忍不住感叹, 还好你, 及早从那个烂摊子里抽了身, 不然我们又又都要受影响。 对此我不置一词。 后来我遇到过许愿一次, 她有了新的恋情, 她跟我道歉, 说着曾经的范唇往事, 说着现在都放下了。 她满脸的释然, 一副要跟我一笑米恩仇的样子, 让我觉得挺荒唐的。 你是真的想跟我道歉吗? 不过是自私地想寻求心理安慰罢了。 许小姐, 我没有义务满足你, 因为你实实在在破坏了我的婚姻和家庭。 这个愧疚感是你应该背负的。 而我只需要弯掉成科, 丢下包袱。 我有工作有孩子, 还有爱我的家人。 一段失败的婚姻, 它只能让我痛苦一阵子, 但绝不会让我痛苦一辈子。 前提是我及时抽身。 番外, 陈毅陈毅第一次遇到许愿时, 她的咖啡馆刚开业不久。 为了及时送餐, 她要求陈毅让她搭乘那个内部电梯。 顺手的是, 陈毅答应了。 后来陈毅问过自己, 是不是其他的人, 她也会答应。 大概不会。 因为许愿足够漂亮, 那匆匆一瞥, 是有让她惊艳到的。 第二次见面, 许愿为了感谢她, 请她喝了杯咖啡。 于是, 陈毅又让她乘了一次电梯。 而她又送了她一份 自己现烤的小饼干。 就这么一来二去, 陈毅和许愿熟识起来。 她公司下午茶的订单给了许愿。 她和许愿加上了联系方式。 那次她去爬山, 偶遇了许愿, 原来她也喜欢。 她还分享了自己的甜点和咖啡。 陈毅感到了久违的惬意。 许愿说, 以后我们一起。 陈毅笑了笑, 却没有答应。 她觉得这样不太好。 但最后她还是答应了, 因为他们又在同一场音乐会遇到了。 那场音乐会, 本来林之许应该陪她一起去, 可她为了工作放了她的鸽子。 陈毅嘴上没说, 心里是失望的。 许愿的出现弥补了她的失望。 他们竟然有那么多相似的爱好。 这样的契合让陈毅着迷。 闲聊中她说起了自己 每天都会送林之许 一束满天星的事。 许愿很羡慕。 她说从来没有人送她花。 陈毅有些心软, 于是说, 那我送你。 真的? 当然。 陈毅觉得这是无伤大雅的事。 不过多定一束花罢了。 于是后来, 在情人节, 当许愿说真想谈一场美美的恋爱, 如果有人送我一束玫瑰花就好了。 的时候, 陈毅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非要谈恋爱才能收到玫瑰花。 我送你。 陈毅没有细究。 她那时候的迫切 是不是不希望许愿谈恋爱。 陈毅喜欢许愿吗? 应该是喜欢的吧。 只是这种喜欢是否跟爱情有关, 陈毅没有想过。 但她知道许愿的喜欢跟爱情有关, 怎么可能不知道。 男人在这方面最敏感了, 可她不希望许愿说出来。 她给不了许愿想要的, 也不想给。 她有她爱的妻子, 他们的孩子也马上要出生了。 许愿与她只能是朋友, 可最后许愿还是说的。 这让陈毅无比焦躁。 焦躁到不想看到林之许, 就好像林之许的存在是个阻碍一样。 陈毅没有回复许愿, 许愿也当那句话没有问出。 他们继续之前的相处模式, 只要不点破, 他们就站在道德的制高点。 可是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那一夜荒唐, 他们拥抱接吻, 只没有做到最后一步。 当陈毅打开门, 看到林之许, 她的心沉到了谷底。 陈毅一开始并没有觉得事情有多严重。 或者说, 她故意自欺欺人。 她只是交了一个朋友, 一个比较合得来的朋友。 她没有出轨, 没有做对不起林之许的事。 林之许可以生气, 不高兴。 她也会道歉。 但仅限于此。 离婚? 过了吧。 自从林之许发现后, 陈毅的情绪就一直很紧绷, 不停在愧疚和烦躁中横跳。 林之许难过, 伤心时, 她很愧疚。 可当林之许总把离婚挂在嘴边时, 她就会特别烦躁。 她只是犯了一个错, 一个没有严重到天理不容的错。 为什么就不能原谅她一次? 陈毅不明白。 直到她爸提出离婚, 那段时间陈毅心情很不好, 她妈也会跟着抱怨。 抱怨林之许不懂事, 太做。 本来没多大的事, 被她搞得好像天塌了一样。 别说红颜知己了, 男人但凡有点能力, 谁身边是干干净净的? 想要把日子过好, 有时候就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话是在饭桌上说的。 她爸若有所思, 所以你觉得这种事没什么? 她妈并没有感到异常, 只是无所谓地说, 当然了。 这有什么? 现在的世道就是这样。 现在的世道就是这样。 所以她爸说, 我喜欢上了别人, 离婚吧, 我净身出户。 她爸跟那个女孩已经两年了, 只能叫女孩, 毕竟比陈毅还要小两岁。 她爸说, 她是第一次这么喜欢一个人。 我这大半辈子为了家庭为了事业付出, 难道临了我还不能为自己活一次? 听着她爸讲述她和那个女孩的相处, 陈毅只感觉被人打了一巴掌。 多相似啊。 她爸和那个女孩, 跟她和许愿, 多相似啊。 她就好像被人包光了衣服, 丢在大庭广众, 难堪, 休脑, 头皮发麻。 可她不能落荒而逃, 因为她妈昏了过去。 第一, 如果你爸没有提到离婚, 只是有了个红颜知己, 你是供请你爸还是心疼你妈? 第二, 你爸有这个红颜知己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他为什么非要在这个结果眼上提出离婚? 林芝许的两个问题就像当头棒喝。 陈毅终于明白了一句话, 原来刀子只有扎在自己身上才知道疼。 真正让她决定离婚的, 是他妈的一句歇斯底里, 对沈毅说的, 你果然是你爸的种, 跟他一模一样, 连找女人的借口都一样, 恶心。 恶心。 林芝许说, 你能别再恶心我了吗? 她说, 你爸至少敢承认, 他就是喜欢上了别人, 你却连承认都不敢。 陈毅, 你还不如你爸。 陈毅如做针毡, 瑟瑟发抖。 不是弟, 不是这样的。 可是, 他难道不恨他爸吗? 他恨, 他不理解。 他甚至不想跟他爸多说一句话。 如果把他爸置换成他, 林芝许, 他那刚出生的女儿, 是不是也这么恨他? 陈毅怕了。 从那一刻起, 他终于开始后悔。 晚安。 请不吝点赏,